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 电驴连接不上服务器的解决方法 时至今日 使用电驴的用户仍然很多 主要原因 电驴是真正的去中心化网络 现在仍然是使用用户最多的 PRP文件共享软件之一 官方简体 译名为电罗 部分用户非正式地称之为电驴 我们在这里的也称为电驴 首先我们进入到电驴的官网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电驴的官网 下面这一行带有国旗标志的 就是语言的选项 最后面这个选项就是简体中文 我们点左侧的下载 右侧就是下载的地址 最上面就是正式版的下载地址 下面是社区版的下载地址 我们选正式版的0.50a这个版本下载就行 我们点download 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它会自动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双击运行这个软件 我们点运行 我们点OK 点下一步 点我接受 点下一步 选第二项 第三项都可以 选下一步 点安装 点下一步 点完成 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桌面上的电力图标 运行这个程序 第一次运行 它有一个安装向导 我们点下一页 用户名呢 我们可以随意起个用户名就可以 点下一页 默认就可以点下一页 点下一页 这个安全乱序加密呢 我们把这个钩呢 给它选上 点下一页 确保已经选上 ED2K 还有呢 KD 这两个选项 点下一页 点完成 安装完成成功之后呢 我们点上边这个服务器 这个选项 我们点连接 现在我们会发现呢 无论如何也连不上 电力这个服务器 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稍作 我们把 这个地址呢 点右键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电力软件的窗口 我们点服务器 选第三项 从URL更新 server.met 点右键 把刚才我们复制的内容呢 粘贴过来 把刚才那个网址呢 粘贴过来 粘贴完之后 我们点更新 更新完毕之后 我们会发现呢 左侧的服务器列表窗口呢 会多了很多服务器 这就证明了 我们已经更新成功 下面我们再点连接 稍等一会 现在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ED2K网络呢 已经连接 下面呢 是ED2K服务器的列表 这里有详细的信息 这样呢 我们这个电力服务器呢 就成功的连接上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KD 这个网络如何连接 我们点上方KD这个选项 我们同样选第二项 从以下网址获取节点信息 我们把下方这个地址 点右键复制 重新回到电力 KD这个选项 在这个小窗口内呢 点右键 选粘贴 把刚才我们服务器的地址 粘贴过来 粘贴完之后呢 我们点下方的引导程序 引导成功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左侧这个窗口 会增加很多节点 这就证明我们 KD这个网络呢 已经成功连接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示 KD已经连接 ED2K呢 也已经连接 我们重新回到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信息面板 现在我们看到KD网络呢 已处于连接状态 它有IP 有端口 有ID等等 这些信息 已经显示连接成功 这样KD网络 还有服务器 网络呢 我们都已经连接成功 这样我们就可以呢 正常的下载软件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简单的设置 我们点选项 在第一项里头呢 常规选项里头 我们把 在电驴运行时 避免计算机进入待机状态 把这个前面打上钩 点底下这个应用 第二个就是连接 我们把下载的速度呢 尽量往高楼调 上传的速度呢 相对来说调的小一些 我们可以呢 设置上传的速度 我们点底下应用 我们可以 限制上传的速度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调整 第三个 需要设置的就是服务器 我们把服务器 这个移除 无响应服务器 这个重视几次 我们把它调成6 也就是说 试六次之后呢 它可以把 无响应的服务器呢 自动移除 我们把下边这个 启动时自动更新 服务器列表 把它选上 杂项里头呢 把安全链接 把它选上 设好之后 我们点应用 最后一个 需要设置的 就是安全 IP过滤这项 我们把服务器 也被过滤呢 把它选上 下面呢 从此URL更新 我们把下面这个地址呢 把它粘贴过来 点右键 粘贴到这个窗口 粘贴之后呢 我们点加载 加载之后 我们点下面的应用 点确定 这样基本的设置 就设置完成了 如果有疑问呢 我们可以回到官网 官网里头呢 有帮助 还有支持 这里头呢 有很多常见的 问题的解答 等等 还有呢 论坛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论坛里头寻找 还有一个很好的网站 就是电力爱好者 这个网站 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是电力爱好者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包含的内容呢 也非常全面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电力服务器 相关的内容呢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头寻找 以上就是电驴 连接不上服务器的解决方法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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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